大家好,又到我们兄弟联10分钟加把系列课程的时间 我是威哥 威哥在手,天下我有 大家好,我是小白 好,今天呢是我们这个第12讲 在这一讲里面我们为大家一起介绍一下这个8种基本数据类型 是什么样子的 8种啊 对,8种基本数据类型 OK,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课程大纲 好,我们课程大纲里面呢列出两个小点 第一个呢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计算机存储数据的这个基本单位 是怎么来算的,是吧 来做一个了解 第二个呢是我们来8种基本数据类型都有哪些 是吧,分别在内存中是占用多大的这个空间 好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是必须要记住的 OK,我们看第一个问题 计算机里面存储这个数据的基本单位 那么计算机实际上是这样的啊 它是以这个字节为基本单位来存储的啊 这个名称叫字节 对吧 我们经常看到这个 这个这个啊就叫byte byte 这是这个 如果是你有计算机稍微有点基础的话 可能这个都能听过是吧 都听过这个字节这个单位啊 那么实际上字节呢还不是最小的单位 我们最小单位呢是什么呢 是位 位 叫位 这样意思 那一个字节等于多少位呢 就是8位 我们看一下这个啊 这个pete里面 一个字节呢是8个位 是这样的 这个位我们就叫比特是吧 比特 叫比特 这个叫bet 对吧 bet 一般我们就叫位了 这个意思 好 那么计算机运行的基础呢 就是我们知道啊 如果稍微有点点计算机基础 大家都知道这个计算机存储数据 小白知道吗 是用什么方式来存储的啊 二进制 二进制 对吧 就计算机存储数据呢 都是用二进制的方式来去存储数据的 对不对 就他只有0和1是吧 对 这两个位啊 那我们后面还会再讲解二进制这个 这个数据的一个转换啊 OK 好 那么最小的这个 是最小的一个一位 就是最小的一个信息单位了 就是我们说一位了 是吧 一比特 那么这个位呢 里面只有两个数 是吧 一个是0 一个是1 是吧 一个0和一个1 这两种啊 就好比是这个 两种这个状态开关一样 比如电灯的开跟关 是吧 这是跟我们物理是相关的 对吧 开跟关 就这样一个 那么简单的一个换算 我们看一下啊 一个字节 就是8位是吧 对 8啊 比特 对 两个字节就是那就16 一时类推是吧 对 4个就32倍了 对吧 对 8个字节就64倍 对吧 明白 就这样的一个一个方式啊 OK 那这是最小的一个一个单位啊 那我们呃 还经常见到啊 比如说大家呃 现在啊 应该信息比较发达 大家有能够用U盘是吧 对对 U盘现在是我们经常说我的U盘是多少多少G G是吧 对 多少多少G或者说多少多少兆 是吧 对 多少多少MB是吧 对 还有这个我们说的是GB是吧 GB 就这个意思 那么呃 我们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个词就1024个字节就等于多少 一兆 一兆是吧 还有一个兆是吧 KB是不是 KB KB 1024是1KB 对对对 1024字节就是1KB 1KB 哎 这么来算的啊 然后1024KB就是一兆 一兆 哎 对 这么换来一起 进行单位这个换算是吧 当然现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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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信息存储越来越大了是吧 这个这个已经有这个啊 TB TB了是吧 TB 一般现在买硬盘都买T了是吧 对对 刚买了1T的 对 1024这个GB 是吧 对对 对 非常大 好 那么在内存计算的过程当中呢 说字节少的数据啊 应用速度更快 硬盘存储中呢 字节少的数据类型啊 也可啊 充分的存入更多的 呃 这个数据 也就是说 因为你如果是字节 呃 虽然也少 你存的数据少 那另外的那个那些数 那些位置就怎么样 就会空着是吧 对 就不会存了 下次再 在存别的数据的时候是怎么样 是不会存在这个位置上的 是吧 对 在开辟一块 对 在开辟一块 所以说你存入更 更多的数据进去的 是不是 更有效的利用这个存储空间啊 是不是意思啊 是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 那这个是基本的一些单位啊 我们先做一个简单了解 好吧 OK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种基本数据类型都有哪些啊 注意啊 八种基本数据类型 这个呢 呃 对这样的啊 就是对 这只有两个值 一个处 一个是false 对吧 嗯 这样的方式 没个 那我那个上几个说的那个我的女朋友那个事啊 我我无跟有是不是就可以用用这个变量的表示 哎 对对对对对 就可以用这个变量表示了 是吧 就是啊 有 你没有就叫处 是吧 没有就叫false 要么有 有没有 对 要么有 有没有 如果你遇到这种数据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变量 啊 OK OK 好 好第二个呢是这个叫字节类型啊 叫byte byte 字节类型byte 然后呢 他也是占用的是一个字节嘛 刚好就一就是啊 单位就是一个字节 是吧 这个一个字节呢 就是我们说一个字节八位是吧 那么他的取值范围呢 就是负的128到127 默认值是零 哎 哎 嗯 你看刚才上面那个布尔啊 我还好理解 要么就是对 要么就是真 要么就是假 哎 这个负128到127 这个又是怎么怎么算 出来了 怎么算出来是吧 哎 大家大家看到啊 这个如果你这里是这个 呃 一个字节是占八位是吧 在八位 所以说呃 但是这个计算机啊 存储这个位置啊 它有这个正数跟附属之分 嗯 对吧 哎 它计算机是这么来存的 嗯 那么具体存呢 是存到那个多少位 是吧 有八位 呃 那么第一位呢 它是属于叫符号位 符号位 对 第一位是符号位啊 那我们假如说 我们可以来一个啊 简单的给大家去画一下 那如果是最 大家看一下最小的一个 呃 数存在计算机里面 应该是怎么表示的 第一位是符号位是吧 符号位 符号位 计算机存储这个一个字节的 最小的一个数 嗯 一表示负数是吧 对的 负数最小 那七个零这个环 这个还原成实境字 就是多少呢 哎 这个数就是一百二十八 哦 明白了吗 哦 这就是一百二十八 最小的 哎 最小的一个表示方式 哦 如果是这个最大值 为什么是一百二十七呢 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起始位置是正数 应该是多少 零 零是吧 零 还有大 大的值应该是 用七个一 一表示对不对 哎 七个一 没错 二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啊 七个一 这个二进字换成出来就是一百二十七 哦 明白了吗 哎 所以说一个字节就是就是-128到127之间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哎 就这个意思 默认值啊 默认值是零 嗯 好吧 好 OK 好 这是一个字节啊 大家要记住 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叫短整形啊 短整形叫sort sort sort 它占用的是两个字节啊 这里也有一个取值的一个范围啊啊 取值的一个范围啊 默认值是零啊 占用两两个两个字节啊 这个数据这个类型呢 一般情况下现在开发用的可能比较少啊 用的非常少是之前那个语言遗留下来的一个数据类型啊 OK 所以基本上呢是呃不用的 OK 好 然后呢第四个就是整形 int类型 对吧 对 int类型 这个呢应该用的比较多啊 呃 我们不用短整形 一般就用整形是吧 整形呢是占四个字节 四个 OK 四个字节我们算一下多少位啊 四四四方三十二位 三十二位对吧 对 对就一个整形是算三十二位的三二位也是根据刚才我们那个算法 哎 求出来的值应该是取出范围是负这个二的三十一次方到这个二的三十一次方减一 哦 哎 就这样算出来是吧 嗯 最小数应该是一一个一后面前零是吧 嗯 后面前零 最大数应该是前面一个零后面前一啊 三十二位是吧 三十二位就最大值算出来这个 OK 默认值就是零 好吧 OK 然后长整形是这个 注意站的是八位更长 对吧 一般是更长比印多一倍是吧 对 多一倍这个位数啊 然后呢 数字算出来是这个啊 也是刚才那样算法默认值是零 对吧 默认值是零 OK 制服型差 是吧 差类型啊 这里注意占用是两个字节 两个字节 哎 对 占用两个字节 然后呢 它的制服呢 是没有负数啊 从零一直到这个二的十六四方减一 默认值是这个空 这是一个表示一个空的一个符号啊 空符号啊 这是一个转移制服啊 OK 后面我们还在说啊 这是一个空空符号就表你都看到是没有就行了啊 一个空的啊 这是制服哎 我们看到呃一个差类型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存一个中文进去了 哦 哎 我们经常说的一个中文就是用两个字节来表示的哦 一个中文两个字 哎 一个中文就可以用两个字节来表示 所以一个差是可以存进去一个中文的哦 知道吧 OK OK这样的 然后还有就是单进度这个呃 这个福点类型 福点类型表示这个是叫什么意思啊 小 小有带小数位的是吧 对带小数位的福点类型最这个也是占四个字节 对四个字节然后取之范围是吧 嗯 默认是零啊 对零点零就表示零的意思嘛 嗯 对吧 注意这里面在定义值的时候呢 后面要加个F F 表示我这个数是一个福点类型的一个数 哦 知道吧 哎 对 一定要后继加个F 这个大摇写的无所谓啊 哎 也无所谓啊 好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双精度就比这个更大是吧 嗯 表示的这个数数位数啊 小数点更精确 所以说双精度福点型就更精确 也是一个小数位 OK 就更精确一些 好 小数位更多是吧 嗯 然后取之范围啊 这些科学计算法的方式表示的E了是吧 对 哎 然后默认了后面要加个D 0.0D 哎 0.0D 这个D就表示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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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ble Double的意思 哎 大摇写都可以 大摇写可以 哎 OK 好吧 这八种数据类型 你看啊 俩俩 你看 两个一个字节 两个两个字节 两个四个字节 两个八个字节 对不对 所以大家这个呢 一定要记住 好 好吧 OK 这八个数据类型 一定要记住啊 好 那我们数据类型呢 就先介绍到这 后面我们再做一个 呃 呃 有演示 好吧 OK 谢谢大家 威哥在手 天下我有 下期再见